澳門消費券帶動經濟力度到底有多大 那我們看到新華社事報導說 從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獲悉 澳門將於9月1日 也就是今天至12月31日 會通過微信平台 發放共計2.9億元澳門元的消費券 用於吸引內地的遊客 到澳門去旅遊消費 那即將可能也會迎來了 這個十億黃金周 所以大家好像會對澳門這邊 會不會恢復旅遊業 是有非常多的展望的 所以首先就是想聽 Alan跟我們解讀一下 這樣的一個消費券的下發 到底對於澳門經濟的復甦 影響有多大呢 我想這個消費券主要都是 來支援一下可能澳門 就賭收以外的一些 就零售業務吧 就畢竟在澳門可能你賭 就賭償的那些欠營流啊各方面 因為之前幾年都賺了很多錢 所以他們欠營流十分強勁 所以就算疫情到現在為止 其實他們要支撐他們的運營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那問題是那個賭收 就那個博彩企業以外的一些 比如說中小企業 或者是一些小店啊 零售啊 餐飲那些的話 就不一定可能 就可以繼續地支撐下去了 因為就澳門那邊的反應 其實如果是一般中小企業 或者是一些餐飲啊 就零售企業的話 其實要支撐下去的確是挺困難 所以可能就這個消費券 所針對的就是這一些 可能就中小型的一些餐飲啊 零售相關的一些企業 的確就可能會吸引到 就更多的一些就散客 或者旅客就純粹到澳門 休閒的一些旅客吧 就如果你把那個2.9億就除開 就那個澳門可能就 就每季度可能上百萬的旅客來看的話 大概就每人可以分到 就幾百塊左右 這樣的一個份額 這樣的話可能就對於一些小店 或是吸引一些散客來說的話 就可能有一點用處 但是你說對於那個賭收 有沒有一個明顯的幫助的話 這個就可能那個作用就不是特別大 就畢竟就賭場來說 可能就大部分的收入 他們還是來自於VIP 或是一些premium的一些散客 所以就可能就每人在賭場裡面的 就賭博那邊費用 可能就上10萬以上的那些客戶 才是就賭場主要的那些收入來源 所以如果是這類型的消費券的話 對那類型的客戶的吸引力 可能就相當有限 但對於整體的澳門 以後的一個複數的話 應該會有一個就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把它理解為 如果要是單純地從澳門的一些零售 這些小型的這種經濟來講的話 其實是有一定的一個帶動作用的 倒是對於澳門博彩業的一個帶動 到底有多大的話 目前還是存在疑問的 那9月份的時候也是期待著廣東省 能夠首先和澳門有一個通關 那屆時我們也是可以看一下 到底這個帶動經濟的一個力度會有多大 從而再去期待一下這個10億黃金周 那同時今天也是看到澳門博彩業 其實也有一個數據出來 而且看到博彩業的一個收入未見起色 那8月的博彩收入其實是有13.3億澳門元 暗年是跌94.5% 超過了市場的預期 也是連續11個月錄得暗年的跌幅 按月來計的話也是跌1% 首8個月累計博彩收入是減少了81% 數據依舊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那其實看到的話這樣的一個數據 也許也是市場當中的話 大家也覺得說沒有什麼樣的一些存疑 感覺好像也是挺正常的 那目前來講的話 數據表現的不是非常亮麗 但是好像對於後續還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那這個博彩股來講的話 在目前這個階段還值得去補一補嗎 我覺得博彩業其實或者博彩股的股價 其實未來應該還有一點上漲的空間 主要原因是8月那個博彩收入 其實比預期好一點或者差一點 其實也不是太重要 畢竟8月份雖然就那個關口就恢復 但是因為內地到澳門那個自有型的簽證 就還沒恢復到9月份開始就從廣東省 就慢慢就拓展到就其他省市才慢慢恢復 預計應該10月1號之前吧 就大概可能全國對於澳門那個自有型的簽證 都可以恢復 這種情況的話可能就大家的目光 還是放在10月份就是那個十一的黃金洲 到澳門的旅客加上那個博彩收入 當然9月份那個數據還是挺關鍵 因為9月份開始就陸陸續續的那個 就從廣東省開始到全國各別省市的一些自有型 都已經慢慢恢復了 所以要看那些旅客就到澳門旅遊 或是旅客的增長或者恢復的狀況會怎麼樣 對於10月份應該會有一個明顯的一個指引的作用 所以9月份的數據可能就還是會比較關鍵 而未來的話其實是對澳門的那個憧憬 或是對於博彩業的那個投資邏輯 沒有太大的改變 主要大家都是憧憬 因為就在疫情底下 就雖然那個疫情可能就大致上已經受到控制了 就大部分經濟活動都恢復正常 但因為中國以外的一些地方 大部分就還是處於疫情期間 所以中國的旅客如果想到就國外旅行的話 現在來說就基本上不可能的 就澳門可能就成為他們唯一可以 就離開中國內地境內的一個唯一旅遊的途徑 所以預計可能就10月1號那個黃金週的話 就澳門對於內地遊客來說 或是就賭客來說也會有一定的吸引力存在的 所以這個憧憬或是這個投資邏輯沒有太大改變 而雖然大部分的那個博彩企業的股價 已經回到那個疫情之前 就畢竟但是要注意一點 就因為經過疫情那個聯儲局的放水的舉動 所以整體的那個股票估值或自然價格 都已經明顯的炒高了 所以大部分如果是未來的這個環境比較明朗 或是正常環境比較明朗的一些股份的話 它的股價已經大幅的超越就疫情前的一個股價了 所以預期其實就博彩業 如果是9月份那個堵塑的虧幅 跟預期差不多 或10月份迎來一個猛烈的增長的話 那它的股價應該會比那個疫情之前的話 有一個比較大的跨越 那其實分析的也是非常透徹了 那總結一下呢 就是首先9月份的數據是非常關鍵的 因為9月份才是真正這個通關以來 大家能看到的一個真實的一個復蘇的跡象 那另外一點呢 也是十一黃金周呢 其實還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尤其是澳門這種 帶有著抑郁風情這樣的一個地方的話 也是會吸引內地遊客的一個到往 那第三點呢 其實呢 艾倫剛剛說的就是大家也會覺得說 好像心中會有一些這個想法 就是這個博彩股的一個股價 其實就像您所說的 其實已經是收復了早前的一個失地 那在現在這樣的一個位置來講的話 就是大家會想說 到底還值不值得去選一些這個標的 去期待博一博這個十一黃金周了 那如果要是選擇的話 您會建議選擇哪一支或者哪一類呢 現在這個階段的話就明顯是盈於 跟那個就奧博的話就那個股價是 比較領先的 而金沙或者MGM那個股價就比較落後的 這個可能有一些政治的原因 但是就隨著就時間推演到現在的話 好像就美國對於澳門的那個 就那個美國澳門的關係法沒有太大的改變 或是甚至在之前也放寬了 就一家在2000年初開始制裁的那個會員銀行 所以這個舉動的話就可能就跟那個中國政府 就之前可能就有所溝通吧 可能對於一些美資的一些就博彩企業在 在未來續排上面那個風險 或是面對續排的那個風險 可能就逐漸的降低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可能金沙或者是MGM 他們未來的那個股價有一個比較追落後的效應 所以從那個風險跟回報的角度來看的話 可能現在選那個金沙或者是MGM 未來的回報的空間可能會更大